宁波市会珍高级中学 本项目是对校园设计的一次大胆探索 我们希望在效率至上的教育模式下 创造一座可以浪费时间的校园 日益紧缺的城市空间 快速增长的就学人口 以及居高不下的升学压力 决定了效率至上的城市校园建构原则 效率固然重要 但我们认为繁重的压力下 孩子们更需要可以浪费时间的留白空间 在其中调整身心发现美好 因此在本项目中 我们在空间总效率不变的基础上 将校和圆拆开 让负责教学的校 尽可能呈现出最高校紧凑的状态 从而允许圆呈现出一种低校 甚至是无校的特征 为学生们创造可以认真浪费时间的地方 通过浓缩教学空间 我们在教学楼面向太阳升起的地方 腾出了一片空中森林 学生一下课就可以快速到达这里 进入一片可以暂时逃避学习的原始自然 我们还尝试让一些教室 不再遵循苛刻的规范 以自由形态悬挂在森林的各个角落 从排列整齐的教学机器 变成了充满野趣的森林树屋 探索全新的教学体验 教室之间的路径也不再是两点之间 直线最短 呈现出一种生长蔓延的状态 就像森林中的栈道一样 蜿蜒缠绕 让时间和压力在这里舒缓下来 浓缩后的教学楼将地面也腾了出来 是原本被建筑割裂的场地 成为可以连续漫步的街道 贯穿整个校园 紧密相连的教学楼 自然形成连续起伏的屋面 教室也可以出现在屋顶 被包裹在花园漫步道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森林中的草木将日渐枝繁叶茂 藤蔓江爬满清水混凝土墙面 立柱和游廊 这座都市校园将在时间的滋养下 自然生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